好,在上个月我制作了这个奥地利反杀满加强德国系列 在这个系列中我选择了奥地利 在这个德奥合并的时候拒绝了德国的要求 并且在42年之前完成了对这个德国的反杀 我本来觉得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 但是很多人觉得我这个并不算很活啊 觉得我很活太少了 对此我决定举办一届钢铁雄心寺的竞速比赛 作为这个竞速比赛的第一期 我们选择使用这个奥地利来完成 第一期的要求也很简单啊 就是使用这个原版的奥地利在42年之前 反杀这个满加强德国 这边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具体的规则和要求啊 首先第一点啊 奥地利是必须独立的 不能加阵营 你不要开始加个什么同盟国际三国际来打 这个是不可以的 但是你后面点完国策出现可以创阵营的时候 你是可以创的 但是你不能拉主要国家 你可以拉一些周围的小国 这是允许的 第二点 必须等德国点完德澳合并的国策后 拒绝他的要求 然后被德国宣战 这个规则主要是防止有狠人上来直接宣战德国 把德国灭了 这样的话速度也太快了 我接受不了 第三点 禁止散兵 禁止租借法案 这个主要是防止有人卡一些bug 强行完成这个项目要求 但是如果你说你要卡什么特种兵啊 或者双工业啊 这个我都无所谓啊 因为这是可以卡的 因为对这个整个游戏影响不是太大 第四个要求啊 常规难度的情况下 选择历史国策 并且苏联禁止提前参战 苏联即使参战 也得是在四一年六月左右 也就是德国对苏宣战的这个时间差不多 你不要上来宣个什么芬兰什么的 把这个苏联给拉进来 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第五个要求就是本次挑战啊 必须全程录像 录好录像你可以自行上传到网站 也可以交给我代为上传 但是禁止恶意剪辑录像 我会甄别这个录像中 有是否这个剪辑的过程啊 并不强制要求这个铁人模式 大家是可以直接用这个正常模式来玩的 因为铁人模式失误了是很难重新读档的 有可能就要全目重来了 但是呢 禁止重复读档啊 防止大家一直读这个存档 比如啊过一天读一次来卡这个AI的操作 这是不行的 每个人有两次读档机会 就是防止大伙突然有什么误操作失误了啊 你可以读上个月的档 或者你之前保存了一个存档两次复活的机会 但是这个读档的过程你是要在录像里面显示的 你不要把这个读档过程给减了 我到时候会看的 最后一个要求啊 只有德国是满加强的 你不要给什么同盟国呀 第三国际加强 这个是不允许的 但是这边有一个额外的加分项 就是如果你给意大利满加强 并且使用什么王牌难度来完成这个任务目标的话 那我是会给你一些额外加分的 啊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比别人常规难度完成慢了大概四五个月 我也是允许的啊 我会觉得你的权重比对面常规难度完成的还要高一点 但是我并不推荐大家挑战这个额外加分项 因为不现实啊 好 说了半天这个要求大家应该都懂了 这边来给大家说一下本次比赛的奖励啊 奖励还是非常丰厚的 只要你能在42年之前消灭轴心国 并且跳出这个谈判界面 就是把他整个阵营都消灭了 把他阵营的两个这个主要国家消灭了 就肯定会跳这个界面啊 这个就算你完成比赛了 可以获得完成奖 相当于是参与奖了 只要你过了这一关 我就会发奖给你 在获得完成奖的条件下 我会在所有这个录像里面挑一个最快的人 来获得这个优胜奖 或者是难度最高的 就是这个额外加分的这种 啊 获得完成奖的人呢 可以找我定制一期视频 获得这个优胜奖的人 我会直接奖励200块钱 而且可以找我定制一整个系列的视频 就是让我选择一个国家 一直玩到完成你的目标为止 还有就是这些定制的视频 我都会精心制作之后上传到B站 并且不会删除这些视频 关于定制视频的规则 这个等我发完奖之后 我会和获奖者慢慢商量 因为很多国家很多细节都得细说 这边只能给一个比较笼统的这个视频规则 因为是第一次办这个比赛 所以我给的奖励并不多啊 如果这一次比赛效果比较好 那我会接着办第二次比赛 并且提高这个奖励的这个额度 关于本次比赛截止日期 我暂定为下下个周末 就是12月4号 因为大家到了周末才有时间玩游戏 这个截止日期是灵活的 如果参赛的人太少的话 我会延长这个截止日期 如果参赛的人太多 我会可能提前截止 因为防止大火太过热情 录像多到我看不过来啊 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下 这次比赛使用游戏的版本和模组 以及这个录像的规定 关于游戏的版本 我们是选择用这个1.12.5版本 你要是慢一两个版本 或者快一两个版本也无所谓 反正必须是1.12的版本 关于使用的模组 我推荐大家就开一个 52PC的这个简体中文汉化包就可以了 你要是再开一个这个什么数据图标什么 也可以 但是不要开太多奇怪的模组啊 因为有可能会影响这个AI做出正确的判断 然后DLC方面 我的建议是 这个刚是已经推出的这些有国策 DLC都全开 你别少开了一个 然后AI做出了不同的决策 这个也很难办 关于视频的录制 我推荐你使用这个OBS来录制 然后这个视频的设置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输出里面可以把这个录像格式选成MP4的格式 然后在这个视频里面可以选择25帧 然后是这个1920x1080的分辨率 这样的话你录出来录像比较小 上传的时候也会比较快 千万不要录个几十季的录像发给我 这个我很难接收得到 关于最终收到的录像 每一个我都会认真看的 大家最好在开头显示一下自己的名称 或者证明一下自己的身份 如果你找人带打 我也无所谓 但是你不要让一个人打N多份 这个我肯定是看得出来的 另外如果你不小心失败了 你也可以把这个失败的这个过程发给我 我到时候会从这个失败者里面再挑一个倒霉蛋出来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最倒霉的倒霉蛋我也会给一个很特别的奖励 关于具体完成的攻略方法 我之前在视频里面有讲过 大家也可以直接抄我的玩法 但是我还是推荐大家发展自己的玩法 毕竟我这个玩法失误还是挺多的 但是如果你完全按照我的玩法打赢了 那我也是非常推崇的 毕竟比我厉害的人有很多 所以大家如果实在打平可以过来看一下我的这个攻略是怎么完成的 我们下期再见